上星期,我们连续两天报导狗拗小朋友事件 被拗小童父母和狗猪割执一次 事件引来广泛回响,网民议论纷纷 有人认为父母未经狗猪同意 就任由小朋友捉摸大狗,应该自己负责 又觉得他们要人赔七万元 连买保宾的钱都要人赔,是开天杀的 面对负贫遇潮 小朋友父母默沙默太再次联络我们 说要逐点澄清 首先,在关于摸狗之前,有没有同意 我的儿子没有攻击他的狗 我的儿子是走到狗里和他合照 然后你的狗主是同意的 就算你说,我的儿子可能愿意抱他 未抱,你的狗已经咬了 但是那个场合,有很多人走过 有很多小朋友 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 配戴狗袖呢? 因为你之后发生的事之后 你立即帮他戴狗袖 你立即戴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是不是害怕之后再伤到下一个人 如果是这样,你当初是没有意识 会知道有可能伤害到人 不过,当日果问的证人 就并不是这么说 我拍完照片之后 走了两步去我老公里看照片 看到后面有个小朋友冲过来 就抱着了 那男子人都立即叫不好 但是都叫不及就搞到这件事发生了 他父母都不是立即过来的 都是很远地跑过来的 究竟实际情况是怎样? 可能真是当时人才最清楚了 至于小朋友的受伤原因 哪里有不同的说法? 口主说 如果处落后宫的职员 他有看过小朋友受伤的照片 他就跟我说 那个不是咬痕 因为没有牙孔 很明显是一行地打横拖下去的 这个口罩是我当时戴的 上面清楚看到有狗咬的一个牙刃 这个是他狗咬我借的时候 这条蛇已经掉了出来的了 不见了 找不到 现场是找不到 我找到这个口罩 上面都有血迹 这件衣服是我儿子当时穿的衣服 如果你说拆箱 请问怎么会拿到这么多血? 他自己定义了定义 因为我们事先看节目时 我们是没有想过你有所谓 擦亲 牙齿碰亲 还是咬亲 因为我们得到的医疗报告 政府医疗报告 警察给我们的报告 是 余护署的里面 他都是寫九只咬亲人 咬伤人 和英文道歹地咬 我的理解就是咬亲 我怎么会理解你原来有一个新的定义 我怎么知道余护署和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有没有文件 余护署有没有文件证明 他这个不是咬亲 是牙齿擦亲 还是口头和他这么说呢 他的专家职人是哪位呢 我有文件他没有文件 说到赔偿问题 狗主说陌生是孝责 他很害怕 小朋友的爸爸有拉我一边 他跟我说 他不知道上网看过什么案例 他说要求赔七万 狗主声称我一开始要和他索上七万元 我想说这个不是事实 因为当时我跟他说 我知道这件不是刑事案 我跟他说 我看最多小价可能赔七万左右 我说我如果要你赔七万呢 都不可能接受 我说不如我们拿个中间数 三四万你觉得如何 我问他是这样的 然后他没有答实我ok 他就是反问我 你觉得这个金码是怎样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心目中有什么金码 那好了 接着我问了几次 我们都答不到一个共识 是多少钱 那我就问他 那我们如何证明 就是有没有协议 你有没有协议给我 我们是不是那个急证室 我们是没有文件的 我说是不是拿张白纸 我们签回个名 写回个内容是怎么怎么怎么 他就跟我说 拿个手机出来 我说在他的手机上 签我的名字 我说那不行 你什么文件都没有 只是有我签名 没有你签名 我怎么知道 你在上面加些什么 我说你是准备文件来 要不拿张纸来 我们一起看看如何写 他不肯 他就是说一定只可以 在他的手机签个名 我说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无可能达到共识 节目播出后 有网民指控墨山 买贵价补品 一万元买石崇宇 几千元买花膠 朱展又二千多 都是想要人陪 墨山就觉得很不粉 他说是妈妈宠爱孙子 自费购买补品 而且没有要求狗猪 给回这笔费用 食崇宇就是 我奶奶买了十几次 每一次是买千多元 这样买的 我儿子喝了两个几月的汤 两个几月的汤 因为我们是希望他可以 康复得好些 买了些补品 是我妈妈去买的 我不知道她花多少钱 我叫她帮我拿单回来 接着我收到单 我就交给律师 律师认为应不应该追这个钱 其实已经不是我决定 如果他觉得这些钱 他不应该付 其实不要紧 你可以上律师楼跟我谈 虽然早前墨山给我们的 律师信草稿的确写明 要求赔偿一万六千多元 购买tonic food 即是滋补食品 银码又好像挺吻合 不过墨山之后被狗猪的律师信 有没有修改过 就不得而知了